我們講一下豐田 你據你的理解 為何同樣賣一部車 同樣賣一百元的豐田可以給他的競爭對手大眾 或者是GM賺這麼多錢 而且前提就說 他的質量是非常好的 任何你怎樣丟掉都還可以 我知道 你說的是HITLUX 裡面的運貨的貨轎車 以前那些叫龍門兜 是 皮卡 無論如何借他都還可以 這個其實是很複雜的 為何會這麼賺錢 首先第一點來講 在生產的環節上他控制得很好 花費的控制是非常好的 第二個肯定是他的故障率 每一部車賺錢和你沒有關係 即是合格率 你說每生產一部車合格的比例多 是的 他的合格率是很高的 但大公司應該也很高 不一定的 很多車是廢了 因為你的車的合格率高不高 不是在於你的生產工藝 是你的技術成不成熟 那豐田他就無用置疑 你剛才講到就是 不是說扔多少都扔不難的 是的 那你很想而知他的技術 其實已經是成熟到 已經是媽媽都不能認得了 即他的質量是好到對面絕望的 那如果你說質量來說 排第二是 我不知道什麼 本田的其他公司 就是差多遠距離 第一和第二之間 這件事我沒有太關注哪個品牌 一般都是說發動機的穩定性 一般是說單車的穩定性 那豐田和雷克薩斯 即是靈智 在這方面的表現是非常好 其實本田的表現都是很好的 上榜的車型會多 但至於說哪一部 哪個品牌 我不各有這樣的一個榜 但是豐田肯定是最好的 兩班人一定不用談的 人家都說了 我們中國人有一句說話 炸不爛的豐田 那這個可否應用在國產豐田上面 其實國產車 你說國產車 其實我覺得本田和豐田都很好 因為無數人跟我說過 那部本田的飛道 除了正常的保養之外 是沒有進入修理廠的 那我再說一下我的感受 就是 我之前買了一部小鋪路 幾年車齡 幾公里 我的小鋪路是一五年五月份落地的 很新 我回來是一七年七月份 然後我拿回來幾兩個星期 就說開了一個後尾燈 但你自己也知道 你家裡的雅角開了十年還是十二年 忘記了 十九幾年 終於掛起了那個預掛 但是你除了你的燈之後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沒有 那也不是很大的問題 只是換一盞小燈 9年沒有很大的問題 而且還是保修期內 你現在三年保修 拿回來換的 我沒有 我自己換掉了 幾十元的東西 快要開始去JS店 比如你未來買車 你是不是會把分店 放在第一位 或有頭幾位去考慮 不會 因為我是不太喜歡日本車 因為我是喜歡 比老的車 即是怎麼訂都訂不難 都吸引不了你 是契人 因為它底盤的調教 不是我喜歡的風格 我昨天跟女朋友說 如果你說底盤的調教 有100分的話 那我的車應該差不多 可以去到60分 其實我想跟她表達 我部車的調教是不錯的 我女朋友說 60分 我說你才不會那麼驚訝 我說100分是那些Supercar 來的 Supercar肯定最好的 這些不用談 然後我說 我駕過日本車 最好的那部 最貴的日本車 我駕過三十多萬日本車 我說那些調教水平 大概應該去到40分 那種轉向的感覺是很差的 我不知道其實你駕過日本車 你駕過街尾 寶馬就不說 寶馬就 寶馬就 寶馬太黑恐怖 跌操控感 就跟你現在這部SUV相比 你覺得那種轉向 即是打方向的時候 在不同的速度下 打方向的感受 你會覺得哪部車更加好 你別這樣比 因為你說兩種不同的車 一個轎車 SUV的底部高低 我知道是兩種不同的車 所以我才問你 哪怕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會覺得兩部車哪個會更加好 或者雙差又多大 SUV你肯定會更加低速 因為你太高 你如果轉得太快 你會什麼 但是你轉的 其實你可能不會 重心高 不是重心不重心的問題 是說你在轉向 你在變線 轉向的時候 你在車內 你作為駕駛者 仿動的幅度 大不大 誰會更加大 沒什麼特別 因為你剛才說 街尾的太遙遠 我記不起 但是我最近駕過幾部車 我覺得寶馬和現在的大眾都不錯 反而Benz的印象不太好 Benz也不太好 Benz也不太好 不過那個歌是說 2004年的Benz 其實這些調教 受時間影響 不會有想像中那麼大 因為其實機車技術發展 最集中的 反而是在整個平台的質成 你發動機的技術 你扁觸箱的技術 還有在電子技術上 但是反而你說懸掛技術 其實不會有太明顯的 即更生換代得很慢 即沒有什麼給你去變 你的調教技術 或者你的懸掛技術 可能十幾二十年都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或者不會有很明顯的變化 即是變化應該是會有的 但是沒有想像中的革命性 是的 即我去評價這部車的底盤調教好不好 其實就是說你在行進過程當中 你在變化你的方向的時候 你作為駕駛者和乘坐者 在車上你仿動的幅度 其實最簡單我最容易理解的就是 譚文哲哩很多人看過 他們就放了杯水在上面不給射 一開始就放豆腐不給爛 接著就是放水不給射 其實它就反映出 你在轉彎的時候 你是很平穩的 但其實現實生活當中 我們一般駕駛者 不可能是這麼厲害的 所以就是大汽車廠 會在這些方面花點工夫 但是可以看到 至少我感受到 日本車一般 但是有一個例外 有一個絕對例外 就是曼士德 曼士德基本上是 說是你什麼牌子 反正它一部賣十幾萬的車 是二十幾三十萬的車 你面對著它都是 是抽爆你的 你說轉彎的時候 你有什麼操控那些 就是轉向的時候 我們不一定說轉彎 我們說轉向的時候 是它轉向的穩定性 是非常之強的 就是它另外 但是其他就 我們應該說回 風田做得這麼大 究竟有什麼因素 令它可以這麼成功 風田做得這麼大 有剛才問你一個問題 剛才我們說了三個牌子 GM 大眾和風田 在中國來說哪個最大呢 就是中國市場 當然大眾 其實風田做得全球最大 不是因為中國的 甚至於中國拖累了它 如果不是大眾 那麼好呢 中國可能風田排第一 是啊 風田首先它在中國 它肯定排不到前三 那作為日系來說 它也不是排第一 這麼慘 是啊 中國也是第一 之前是日產 現在是本田 其實一直都沒有風田 什麼回事 其實風田的車 在中國的表現 其實是一般般 這個是 是因為它沒有引進太多的型號 還是怎樣 這個關係反而不大 因為你看一間廠的車 行不行 有兩個指標 就是我總體銷量 對不對 接著再就是說 你單一型號 進入細分市場 排名前三的數量 那麼日產是有 日產是有兩部 有一部車是入到細分市場前三 兩部應該是兩部 兩部車有入到細分市場前三 接著本田應該都有 一二三四 四部車是入到細分市場前三 大眾就不用談 大眾就基本上 每一部車都可以入到細分市場前三 B卡兩部車前三位 前兩位是它 接著C卡基本上前三位都是它的車 接著B卡第一位肯定是它 但是風田其實就不行 風田買得最好 Color其實都做不到什麼好好的 哦 我sorry說錯了 風田一部車是入到細分市場前三 泰國人 嗯 我們說酒量的那些 小分市場 不酒量的那些沒什麼用 但是 Hotland上的那個市場 其實是一個 相對來說 市場原來比較小的市場 簡單的說 比如說 風田最好賣的Colorna和街尾 分別它的小分市場排第幾 前十日有多 前十日有多 前十沒有夠用的 一定是前三 前五日有多 一定是前三 前Colorna 包括Colorna 包括它新出的那些 新款的新改款 都是不能買的 因為那個市場太厲害了 為什麼有浪日 浪日很厲害 一個月賣了六萬多台 浪日究竟是什麼東西 中國發明的 是不是折達 中國發明的 不是 有什麼不同 其實它又不是折達 但是我其實都不是很了解 這部車 但是這部車真的很厲害 好賣 各類 浪日有兩箱 有三箱 有旅行版 加起來就是 一個月賣到六萬台 但是主力是靠三箱車在那裡沖 是很厲害的 那我們說回豐田 又不說中國市場 你覺得 未來 當你要一個投資者買股票 是嗎 現在你有一塊錢 你究竟是扔去Bolkswagen 還是去豐田 還是去GM 你盈利情況差這麼遠 當然肯定扔去豐田 你盈利的表現很好 豐田 其實我不明白 為什麼Bolkswagen 他的盈利表現會這麼差 其實我是想不明白 因為 中國的盈利表現是非常之好 可能偷水流水 被人罰夠了 太厲害了 他為什麼被罰得太厲害了 但是 你不覺得 如果純粹說 兩個集團 豐田和大眾來說 大眾 底下的品牌 說起來 很棒 如果你說玩極品飛車的話 為什麼 豐田 布加迪 林寶堅利 保時捷 全部這麼厲害的品牌 包括豐田最多就是零節零節 相當於奧頂 就是大眾底下 就是 你沒什麼拿得出手 假設 假設 如果你是作為投資者 因為未來 如果這個世界是中產 不斷蓬勃生長的 你肯定是要投資中產消費市場 原來不是的 未來是兩極分化 有錢人愈有錢 窮人愈窮 可能變成全部買了高端 有錢 即是貴的車 但是豐田的 你供應不到貴的車 但是大眾就大把 一大堆貴的車 但是那些市場太小了 你剛才說的 其實相對來說 市場還是小的市場 它不是什麼大市場的車 但是你看回 他剛才說一個很恐怖的數目 好像三十幾秒 就是一部 拆了出去 由他六多年 六六年 和弗大革命在一起 五十幾年 平均下來 是分多小時 三十幾秒買一部 還有另外一個數據 就是他上面沒有說的 這個數據 我之前我坐交通工具有時聽到 就是他每一分鐘 就有一部街尾 斜著彈身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很恐怖的數據 我相信任何一個品牌的車 都不可能做到這個水平